Hello大家好,这里是穷电影 奇怪的暗号,单位就知道要带什么工具 前往她的家,似乎又有任务来了 这次是他们的朋友雪莉来向两个人求救 大概是因为她的男朋友总是杀老她 单位说,如果这样的话 你可以向妇女协会求救 但雪莉表示,我的男朋友死了两个月 这又是什么情况呢 雪莉之所以会来找两个人 因为他们平时会帮忙解决一些怪事 随后三个人来到了雪莉的家里 最后在地下室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雪莉比实际上高了不少 在两个人怀疑之际,雪莉化身为无数的蛇 冰柜内冰冻的牛肉、羊肉、鱼肉竟然都跑了出来 组装成了一个类似外星人的存在 不过这个怪物竟然抓了大卫 而他的目的很简单 竟然是为了找到文化频道的一个魔法主持人马可尼 约翰表示,如果帮你联系你要找的人 就放过我的朋友 电话接通后,没说几句这个怪物就解体了 为了证明自己说的都是真的 大卫说出了记者安妮身上有多少钱币一类的 更是指出了安妮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关于母亲的梦 也因为这些话语让安妮对大卫说的话更加感兴趣了 大卫说,这个故事的情要从我和约翰高中毕业后的一两年说起 那时候的他们年少无知 约翰还有一个乐队 也在聚会的时候 大卫结识了那个首部有残绝的艾米 他正在找自己家的狗 身旁的弗里德竟然说 你是否有幻想过自己长出来的一些话语 显然这些话艾米不爱听 随后大卫发现这里还有一个神秘的黑人 他似乎能够看懂别人内心所想的 不过这个黑人说的话语让大卫各种不适 当大卫要离开前 居然发现艾米的狗狗在这里的车边 只能先带上他 然后遇到艾米后还给他 回到家的大卫在夜里接到了约翰的电话 来到他的家却发现 约翰似乎被什么吓到了 更是从家里面跑了出来 从约翰的家里 大卫发现了争途内的神秘黑色物质 不过你放在裤带里面 这个是不是有点标啊 也从约翰的口中得知这个东西叫豆酱 反正是一种奇怪的东西 也是偶然从朋友那里拿到的 两个人还在聊天的时候 大卫竟然接到了约翰的电话 这是什么鬼 约翰不是坐在自己对面吗 电话中的约翰警告大卫 如果我打电话让你过来 你千万别来 大卫被弄得一脸闷蔽 其实在观音的我也是这样 随后两个人待在了车内 大卫原本准备向牧师一类的人求助 不过打电话的过程中 那个带有黑色物质的针筒 不慎插到了他 随后鬼的事情就开始发生了 不仅电话另外一段的牧师变得很奇怪 就连车内也出现了一名不明身份的男子 他还放了一只怪虫在大卫身上 更是提到了一个叫克拉克的存在 虽然不明白为什么 但这都是大卫不慎被那个针筒扎到后才出现的 不过机制的大卫还是用点音器 将这只虫子给探伤丢了出去 至于后排的那个神秘人 在大卫下车踩死那只虫子后就消失不见了 之后一个叫劳伦斯的警探来到了车前 将两个人带回去审问 此时的约翰正在和另外一名警官在谈话 劳伦斯询问大卫昨晚在干嘛 大卫说昨晚我和朋友参加一个湖边派对 午夜的时候就离开了 随着警官不断的问话 大卫似乎知道了他的下一个问题是什么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拥有这种能力 更是知道了在派对上的众人似乎都死了 大卫也知道这却都是因为那种黑色液体的作用 警官更是让大卫看最初那名神秘黑人 不过现在的他早已经被伤害了 大卫觉得不可惜 至于在另外一个房间的约翰竟然死了 但故事进展到这里 又回到了大卫和阿尼两个人对话的地方 此时的阿尼正在录音 但对于大卫所说的话 他有点不大相信 因为太过于匪夷所思了 甚至注射这种黑色液体的人 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为了证明自己说的都是真的 大卫带着阿尼来到了车的后备厢 让阿尼用余光去看里面的一个笼子 想不到真的出现了一只可怕的怪物 正眼看不到 但余光能够看清楚 这种生物地球上是没有的 一开始阿尼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 但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看到这里我已经被弄迷糊了 不过想要看懂这部电影 大卫的故事还需要继续 当得知约翰死了 大卫非常的激动 想要离开这里 就在此时电话响起来了 既然又是约翰 他不是死了吗 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 也在约翰的帮助下 大卫成功地从警局逃走了 也因为电话坏了 他竟然去路边买了个乐狗 然后放在了偶多边 这竟然能通话 至于他能够听到 是因为注射了那种黑色的液体 不过看到这里 我似乎隐隐猜出店的意思了 随后大卫根据约翰的指示 来到了发生案件的地方 没想到劳龙是警官也来了 警官说当时聚会中 有一个叫贾斯汀的人 他似乎看到了这里的事情 警官赶往这里的时候 也看到了行为怪的贾斯汀 在警官准备开枪射杀大卫的时候 那只在车上的狗竟然开车来救了他 什么鬼 这部电的脑洞已经把我狠狠地虐了一遍 现在已经演变成那只狗是约翰 还对他说各种怪的话语 约翰告诉大卫 昨晚去聚会的人 其他人都死了 活下来的除了大卫自己 还有艾米以及弗瑞德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贾斯汀 或者说他的肉身 现在贾斯汀已经被附身了 几天之后他会产卵 然后那时候附近的人都会变成产卵气 最终地球将毁灭 我发现这部电影从一部鬼的电影 变成了世界末日 这个转变怎么有点快 而大卫这个唯一注射黑色液体 没有毁灭的人 或许是拯救世界的关键 不过没多久 大卫就被贾斯汀给抓了 他 艾米还有弗瑞德 都被关在了车备箱后面 当然还有完全带着的约翰 还是因为那只狗出手 将约翰给唤醒了 现在他们要去的地方 是59号废弃的商场 显然这里有什么 不然贾斯汀根本不会带他们来到这里 更是在这里 他们遇到了劳伦斯警官 几个人被他给救了 不过劳伦斯警官 似乎被那种白色的物质给感染了 最后也死在了这里 而这种白色物质附身在弗瑞德身上 大卫不得不对劲的朋友动手 也为了防止这些白色物质进入到地球 约翰说我们要进入到 贾斯汀最初要我们进入到的鬼门关 来一个大清醒 当他们进入到这里后 大卫见到了最初那名陌生男子 还见到了马可尼博士 这些人为大卫和约翰介绍了克拉克 还给他们一个 足以毁灭莫斯科这么大城市的炸药 好吧 他们纯粹是来打酱油的 去干掉幕后的克拉克 还需要他们自己动手 随后两个人进入到 连通另外一个世界的黑色光柱 这里似乎是另外一个平行世界 这个世界很多有为常理的事情都会被接受 最后他们也见到了克拉克的本体 那完全是一大坨长着眼睛的怪物 克拉克也邪恶无比 虽然约翰启动了战药却没有成功 最后还是那只狗出手拯救了世界 最后他们也回来了 那只狗也成为了英雄 听完大卫的故事 案例真的有点懵逼了 不过大卫也发现 眼前这个记者 似乎和那名黑人警官很像 而警官的尸体还在他的后备箱内 垫了最后 大卫和约翰从一个黑洞穿越到5189年 这里还活着的人几乎都被感染了 为数不多的人还在等着未来智能 就是大卫和约翰 只有他们的帮助才能战胜第一人 我知道很多人和我一样看完后真的是一团乱 但我发现了一个细节 所谓的黑色液体 似乎是一种可怕的毒药 能够让人上瘾和产生幻觉 大卫和约翰都是这样的 至于店的名字最后约翰死了 其实约翰应该在警觉的时候就已经死了 之后的约翰或许是大卫幻想出来的 不然怎么会出现又乐狗通话的桥段呢 至于那些派对中死去的人 几乎都和大卫有关系 全片剧情比较混乱 你也可以简单理解成是幻觉 但这种幻觉太长了 长到你看不懂这部电影想要表达的意思 或许导演想要的效果就是这样吧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 但不要抱太大希望 好了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